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别跟这儿熬着了 快睡觉去 苗 早睡早起 身体好 苗 说你了 早点睡啊 我睡得晚 那是为了陪苏珊倒时差 还倒时差啊 这都倒了多少天了 我现在可精神了 明天不是有一组邮票首发吗 我一会儿就排队去 你别管别人 管好你自己啊 早点起 锻炼锻炼身体多好啊 睡觉去 行行 好 我睡觉 你瞧你儿子 管他他都不爱听 你说话太不精烈 其实就俩字 早点儿 好 下回你一管 回头把这俩字写得大大的 贴在窗头上去 苏珊 今天星期几 今天星期三 怎么了 今天不是有一组邮票首发吗 我怕记错了日子 我上回啊就记错了 不行 今天晚上我早一点睡 我就不信 我时差早不过来 998只羊 990 990 990 搜山 我先出去了啊 我那邮票是限量供应的 我去晚了就快买煤了 你怎么这么早就睡了 睡得着吗 睡不着也得睡 明天早起 早起 起得烂吗 起不了也得起 我要赶紧到市场 再说 舅妈说的有道理 早睡早起身体好 也对 早上起来以后啊 你可以出去转转 早上外面可热闹了 是啊 好 好 那行 你先睡吧 我走了啊 好 晚安 晚安 睡吧 这晚 哎 多少这样来的 六点 四三好样的 哎 苏珊 你也起这么早啊 我 我起得这么早 只是第二名 苏珊也起来了 哎 今天早上好 早上好 好啊 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 一日之计在于晨 这个季 这个季也是祝根来发明的 一日之计在于晨 是说人一天怎么过啊 关键在于一天的开始 因此呢要珍惜光阴 好 明白了 我不记住了 苏珊 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出去断了断了 不不 我自己出去转转 我听外面要说 早上外面有很多很多有趣的事 行 那你出去转转吧 好 拜拜 拜拜 别忘了回来吃早餐 吃早餐 是我从小就不会忘记的两件事之一 哎 那你另一件是什么 那一件是我的生日 哎 那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哎 想送给我礼物吗 嗯 我是想撑人家吃的 你自己猜 这这这谁猜的手啊 走走走 苏珊 今天星期几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今天星期几 今天星期几 What day is today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What's your birthday 在汉语中 年月日是按下面的顺序排列的 比如 2009年5月1日 年的读法是直接读出每个数字 比如 2009年 12个月的名称是数词1到12的后边加月 比如 五月 日的表示法跟月相同 就是在数词1到31的后边加日或者号 口语中常说号 星期的表示法是星期的后边加数词1到6 第七天是星期日或者星期天 询问日期时 一般用起 老李 今天星期几啊 星期四 不对 今天是25号星期五 咱们不是请小雅的爸爸妈妈明天来吃饭吗 一会儿得出去买点菜 你先别弹琴了 咱们现在就去吧 嗯 苏长阿姨 刚才我叔叔问你的生日 你没告诉他 那你能告诉我吗 可以 我告诉你 我的生日是6月8号 你呢 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你猜 是小龙包 开这儿 龙卖 大包子 小龙卖 大包子 小龙卖 小龙卖 我有点 大姜姥 你给我这个包子 早点 你好 吃龙卖 你要点什么 不吃 這個 那個不賣 不賣 對 我可以拍照嗎 拍照 可以 可以啊 你喜歡這個 喜歡 給您跑太沒意思了 嗯 太慢了 你走什麼 報上都說了 慢跑更有斷裂加持 是嗎 蘇莎 他報那牌子上寫的什麼 早點 早點 什麼意思 沒準 他想開個 早餐鋪 早點鋪 早餐鋪 說得賣包子 對 對 怎麼對 誰說這早點他就非得賣油條啊 他可以賣西式早餐 他可以賣汗寶包 三明治 還有披薩餅 才不如炸油条 老爸 今天星期起吧 今天星期四 星期四 那我得赶紧走了 我得把那书划了去 快去 回来了 卖的什么呀 面包 火腿 沙拉酱 还有咖啡 我看 你买这些干什么呀 苏珊想吃吧 不光要吃 她还要开早点步呢 苏珊要开早点步 这不可能 你说你 你跟我这个编剧 生活了一辈子了 这点想象你能没有 你是说让我想象着 苏珊戴一围裙炸油条 太离谱了 干嘛非要炸油条啊 她卖西石早点不成吗 卖热狗 酸明治 汉堡包 我不信 回来了 早起区区区转转 感觉真好 一日之气才于晨 看清楚了没有 苏珊连招牌都预备好了 她这是要勤工俭学卖早点 看这架势 苏珊真的是要开早点铺啊 苏珊开早点铺 卖西石早点不对啊 她是外国人 她不卖西石早点卖什么 中国人有几个爱吃西石早点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非让苏珊卖炸油条 对啊 她不会我可以帮她 你会吗 我不会我可以学 都要学回来再说吧 你还别不信 不会我还可以去买呢 你别嗨嗨 中式早点有人缘 西石早点有特点 中式早点 西石早点 中式早点 西石早 听你这意思是 你要跟我打雷台 对 好 我奉陪到底 今天二月二十八号 嗯 干什么 记住这日子 三天以后看谁能赢 今天星期四 今天二月二十八号 今天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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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二月二十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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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词短语或者数量词等 也可以直接在句子中作位语 这种句子主要在口语中用来表达时间 年龄 或者籍贯等 如果要表示否定 需要在名词未语前加上不是 比如 今天星期四 今天不是星期四 二叔 今天几号 今天28号 两个星期以后呢 你这个孩子 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啊 两个星期以后是5月12号 我的生日 你怎么忘了 没忘没忘 怎么 现在就想要生日礼物了 不是 不过你现在想送我礼物也可以 麦苗 你说什么 你舅妈不是北京人啊 没错 她是上海人 你说上海菜也很好吃 没错 过几天让我舅妈给你这个馋猫做几个上海菜尝尝 对不起 麦苗 我不太明白 你是让你舅妈给我做上海菜 还是给猫做上海菜 喝呀 吃我 我不太急 喝 三明治 好 油条 你这不是捣乱嘛 三明治跟油条在一块吃 闯味了吗 我怎么捣乱 能吃你三明治就不能吃我油条 这叫公民竞争 还真传味了 但是别有风味 传味好吃 好吃 真传味 真传味 吃不下去了 太好吃了 今天这早餐 真棒 蘇珊 中式早餐和西式早餐 你覺得哪個更好吃 哪個更好吃 混在一起最好吃 可是也不能混在一起賣呀 賣 賣什麼呢 你不是說要賣早點嗎 你不是把賣早點的招牌 都準備好了嗎 早點 早點也能賣 真的 早點是早餐 對呀 早點就是早上吃的點心 那仍然小偉早點起床 我是說的早點 就是把早點後面再加一個字 兒就變成了早點 意思就是 兒 就是這樣子 你說這誤會鬧的 蘇珊 我跟你說啊 早點是早餐 早點就是那個 小偉 你怎麼不早點起來呀 早點就是用在這兒的 說什麼呢 蘇珊 行啊 你還真要開早點鋪啊 不不 其實我真是想早點起床 早點起床 快點 好 趕快點來 請坐 走 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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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